今次我们会讲一下在 Inkscape 里面是怎样做格仔纸 我们立即开始 数学多少都要用格仔纸 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大量的格仔纸 template 每次放进去之后就切走 但是 Inkscape 方便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随时 generate 格仔纸出来 它直接有这个功能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旁边的线是粗的 我想它多粗都可以 切的时候最外面的壳 就是我永远可以控制到它的粗幼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我可以控制到它的颜色 我每次按它就可以教到它的深浅度 譬如你今次印出来觉得太深 下次就教浅一点 这个就和你的刷子的墨是怎样用墨有关了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上面 去画我们的续 例如LP的那些题目 我们就可以自己画一条续 给它 可以snap 到原先的那些点 于是我画了两条直线出来 我们就可以Ctrl Shift F 去到像刚才那样 好像之前那样 我们就可以教回箭咀 给它 我们就已经整定个续 出来 甚至我喜欢在上面去再画一些点 去到plot那些点出来 真的可以snap 到现在画出来的交叉点的位置 那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 例如我要quote一个region 于是我们就画了这个region 甚至我这个region 我想填黄色 就填了黄色 我想它 这个叫什么 opacity 就是半透明的 看到17.6% 那就已经17.6% 不过 它这样做的话 它那条边都会透明了 通常我就要duplicate一次 就是有另外一个没有透明 但是它没有fill up 没有透明 又没有fill up 它就会有一个实色的线 和半透明的region 可以highlight出来 所以看到有自己的格仔纸 也是方便的一个做法 但是怎样做这个格仔纸 Extension Render Grid Cartesian grid 0.5的fickness 是说的border thickness 就是最外面的边 是0.5mm 我怎知道是mm 因为这里我写的单位 要是mm 接着我们的 x軸和y軸分开z 现在一样 所以看到x軸 在x軸的方向 有6个major division 每个 division 就是一个1cm的格仔 在6个major division 里面 会再有10 division 就是5mm的位置 劈开了6架之后 劈开了6架之后 再劈开2架 于是 再劈开5架 就成为一般中间的位置 再粗一点 0.5的位置再粗一点 接着再说 每一条线有多粗 我希望它是1.0mm粗 0.5mm粗 0.3mm粗 有些会喜欢0.5mm 0.3mm和0.1mm的 0.5mm 0.3mm 0.1mm 0.5mm 0.5mm 0.3mm 0.1mm 0.5mm 0.3mm 0.1mm 0.5mm 0.1mm 按摩 整个 按照新的数值 所产生的新的 Cartesian 可以转型 正如刚才所说 按旋按 Shift 才会是Stroke paint 改成不同的颜色 你想要多少格都可以 你只需要在 Cartesian Grid 改这个数字 就可以做到多少格 改 Y 的对应这个数字 就可以代表 Y 有多少格 你想做多少格都可以 可以做到自己的 Graph Paper 用 Inkscape 这个程式 汇出的就是 Ctrl Shift D 然后做了大小 做 EMF 放入 Word 就可以了 这一集讲到这里 拜拜